凌晨 你不要再看我脖子 尽管专业打在公屏上 把开头这一段删掉 然后化成什么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大黑色 我是我萌书 佳义 今天阿爸爸跟我进行一个仿妆挑战 你会化妆吗 不会啊 但我最近恶补了一下 然后错下我 你要把我化成谁啊 冤净 我知道你的勇气从哪儿来了 化冤净的仿妆 重点不是技术好 是袋子 你觉得我和宁静在哪个地方像啊 你们俩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就等着去吧 来 第一步 你们觉得很难胸脏 不可以 上 上 我自己也会练高 我打聪明 下一步我刚学过一个超扭曲的遮瑕大法 哇 这个遮瑕盘居然是六个颜色的 它有什么用处呢 它的用处就是遮住你顽底的脸 绿色遮住它的黑眼圈 绿色遮住它脸上的瑕疵 我上砍 演续我上砍 上砍也可以 好 起架一下 有着举眼圈的绿举人 这个跟你刚刚的宁静有两毛钱关系啊 有啊 大胆 原来你这个是传说到我的精神仿妆 下一步上本体 我刚学过一个超牛掰的技术 叫什么啊 我看了 不好意思 你以为声音说的读想别人听不到了 暗 弹 飞 杀 我已经记住来了 你按一盘 你按一盘 我建议你把开头我们说这是宁静仿妆这一段删掉 然后化成什么是什么 我这个时候啊 我咳嗽两下对不起这个惨死的状怒 哈哈哈哈哈哈 洗眼 画眉毛 感觉你脸不开心啊 你应该不会画野生眉吧 你不能看我脖子 哦 那行不行 我怎么抓一个地方了 你的小目指在干什么 要有个支点 真的你的技术配不上这么高端的时候吧 还是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朋友们 你们刷DUM告诉我哪里 这个眉笔还可以 现在你可以看喽 你画的这个是宁静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画的这个是寿星 太粗了 抬到眼睛 我现在终于了解 为什么女孩出门要那么久 因为怎么都画不好 哈哈哈哈 画眼线还要多久啊 现在是宁静 宁静你的 眼影 下鞋毛 卧蚕 下面一步是什么 修容画一个三 经典就提高特别的深 为什么你的修容会长到这里啊 这个显得一脸小 高光 让萌书的脸更密体 把嘴嘟起来 脸乳书要画的高高的 这个叫全骨 哈哈哈哈 来看 整个脸非常密体 这真的是欧美妆 你们知道什么是全骨升天吗 看这里 下面我们要定妆 不用了 我这个妆不需要顶 越早散掉越好 涂口红 宁静同款色号 紫色 跟阿伟讲同款色号 紫色 好 你看一下这个唇 哇这颜色好看的 请把专业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搞一下头发 什么颜色 我看一下 哪里想尼尽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皇冠 杀 跟所有的犯老虫 搞错了 再来 我求你 所以还有人记得 我们今天的仿装是宁静嘛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视频就这样咯 爱你们哦 不 扇大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赞哦 救咪